哈利路亚 我们在座以及献上 我们所有爱慕道里的牧道朋友 以及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在忙碌一周之后 能够再一次聚集在神的教会 来纪念遵守安息圣日 愿神按照我们的信心 将安息日所应许的各样 恩惠平安福气 来赏识给我们 今天上午小弟和大家一起 分享的题目是 为主预备自己 谈教员的装备 感谢主 我们八月份是我们基隆教会的 宗教教育月 所以在八月份的每个安息日 也都有针对宗教教育的专题 来和大家一起来勉励 一起来分享 那今天小弟和大家分享的部分 是谈教员的装备 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 请看提摩泰前书第四章 十二节到十六节 提摩泰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 新约圣经两百九十九页 我们一起把十二节到十六节读过一次 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不劝勉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事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是给你的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阿们 这里是保罗对一个年轻传道人 提摩泰的这个勉励跟提醒 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甚为教员 甚至是我们家长 一个很好的学习 因为我们都是这些群羊的这个牧者 是神所托付给我们这样的职份 和这样的恩典 所以这边有跟我们讲 不论我们是教员 不论我们是家长 我们身为牧者的 有几个重要的这个预备 第一个心智上的预备 这里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今天神来用我们 不是看我们的外在 不是看我们的才能 而是因为神厌重我们 所以我们要在心智上有预备 不要叫人轻看我们 那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托付 第二个我们在灵修上来装备 在灵修上来装备 所以这边说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今天神把这个职份托付给我们 是要我们来做群羊的榜样 不是要显出自己的才能 不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 而是要成为群羊的榜样 为的是要完成神的托付 所以我们自己要做群羊的榜样 必须要在现在灵修上有追求 如果我们自己不灵修 我们如何成为榜样 第三个在这个装备上 我们要以宣读传扬真理为念 所以第十三节说 你要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到我来 一个牧者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传扬主的福音 教导得救的真理 这是一个牧者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保罗说直到主来之前 直到我来之前 都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十六节特别讲到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世上恒心 不只要讲 我们还要去行 因为这个关乎灵魂的得救 所以第三个要坚持真理 第四个要看重我们的职份 要看重我们的职份 所以十四节说 不要轻忽所得的恩事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所赐给你的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教员是一种职份 这个职份是神赏识的恩事 从神而来叫做恩事 既然这个职份是神托付的 我们一定要看重不要轻忽了 要殷勤的去做 要专心的做 要努力的做 这是我们在这些做牧者上 神给我们的教导 要我们能够自己来预备自己 最后第五个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神给我们这样的职份 让我们要装备自己 因为我们这样是为了要让自己 和别人都能够得救 所以我们今天 在教员的工作上 不是只是一个 好像这个例行公事 好像不是只是一个 让人看见 好像只是一个舞台 不是 我们今天所做的 是要让自己 和别人 都能够一起得救 所以这个为主 预备自己 谈教员的装备 一开始小弟先用这段经节 作为我们彼此的提醒跟勉励 小弟最近看到一个 这个我们正义书教会 一个很资深传道 他写的一篇文章 读完这篇文章 小弟也有很深的感受 我们也提出几点 几件事情 作为我们的思考 第一个 我们先一起来思考 宗教教育的本质 宗教教育的本质 现今 我们普遍各教会 我们不论在教学上 教学上或是各种活动当中 我们都是越来越多彩多姿 那相信 里面有我们教员的用心 但愿神能够纪念 不过如果对比我们 从以前 真书教会 一直以来的宗教教育 其实以前的宗教教育 上课很单纯 大概就是师中课 就是唱诗赞美诗 崇拜课就是读圣经的故事 供习课 可能就是画图 劳作畅游 很重要的 每一季至少也有 一到两次的祷告会 是很单纯的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听起来 我们冷静来思想 信经虽然多彩多姿 但是对比以前的宗教教育 我们心是不是慢慢的沉寂下来 到底随着时间不断的改变 我们是进步了 还是随着时代的潮流 扭曲了宗教教育的本质 还记得这个杨约翰长老 我想我们这个在座应该 就算没见过也有听过 是我们这件事教会 很敬重的传道前辈 让杨长老曾经这样分享 不要让宗教教育的进步 只是在教室的设备 布置或是教学法 因引导孩童 体会圣灵的同在 训练孩童的使命感 不知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 应该让我们值得再次来思考 到底宗教教育的本质和目标 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身为教员 为人父母 我们更应该要来看重 再次来思考 再次来确认 因为如果宗教教育不稳定 教会就不安定 如果我们在宗教教育上的目标 和本质不能确立 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下一代 有属灵的智慧责任和使命感 那我们宗教教育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第二个我们要来思考 宗教教育在观念上的引导 观念上的引导 这个传道也这样分享 他说过去在教会当中 我们的传道负责人 甚至班级的班负责人 常常都会勉励教员要多多祷告 小弟回想以前好像真的是这样 要勉励要多多的祷告 在祷告当中要去体会圣灵的工作 要去体会圣灵的工作 那我们在服务室当中才可以建立自己的信心 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也听过很多美好的见证 很多教员本来都很害怕 传道不要找我 教育负责人不要找我 我没有口才 我不敢站在讲台 我不敢面对人群 可是当我们一个转念 当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时候 就是知道我们自己不足 就是知道我们自己不配 所以我们更愿意花时间在祷告上下功夫 我们就会体会到圣灵的带领 有的时候就算没什么口才 但是很单纯靠着圣灵 把圣经的真理讲清楚 他下学员也会得到很多的感动和造就 所以渐渐的无形中 就对宗教教育的教学的目标 就能够维护 所以如果我们教员 自己都没有办法看重多多祷告 甚至自己也无法体会圣灵的工作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体会 我们如何教育 如何来完成教员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但是或许随着时间的变化 有人会觉得我们的教育好像缺乏变化 好像很呆板 所以开始有些求新的这些好意 虽然是好意 甚至结合了名义 我们大家来集思广义 如何让宗教教育有更多的变化 让课程更有趣 但是当我们慢慢发现 好像教会青年的问题 却是层出不穷 甚至这个孩子的信仰经不起考验 有的时候上了大学 甚至毕业之后 就无法再看到他在教会当中 所以小弟常常听到很多家长会说 传道 我的孩子明明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接受完整的宗教教育 怎么上了大学就好像看不到 好像出去就回不来了 怎么工作以后就不再来教会了 传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 有的时候当然问题有很多 原因也有很多 但是我们在宗教教育这个观念的引导上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次来思考 会不会我们原本宗教教育的这个本质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观念都慢慢被淡化 随着这个教学的目标 随着这个世界慢慢被模糊了 甚至已经失去原则了 第三个我们要来思考 这个教员 这个职份是必须要分别为圣的 教员是一种职份 在圣经里面讲 他可能就是一种教师 就是一个职份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 二十八节 神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是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是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其都是使徒吗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吗 阿们 这里保罗 在针对当时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来勉励他们 保罗这边特别提出 教会所设立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教师 有行义能等等的 这些都是 从神而来属灵的恩事 也是一种 从神而来属灵的职份 所以保罗说恩事不要比较 要勉励哥林多教会 很重要就是要合一 教会当中只有神赏赏我们的职份 是工作的不同 都是为了要造就教会 不是用来比较 不是用来计较 一定要合一 所以这边保罗特别来勉励他们 也让我们知道 这个恩事是圣灵所示的 那是神的主权 所以没有比较 没有计较 只要合一 从这里让我们知道 这个教师 确实是圣灵的恩事 是一种从神而来属灵的职份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教员 甚至我们为人父母的 我们有看重这个从神而来的恩事 看重从神而来属灵的职份吗 我们有看重吗 还记得过去教会 小弟记得从小在教会长大就是这样 这个教员 都是我们职务会很慎重的讨论 选出来的教员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颁发教员聘书 上面会有这个教牧负责人的签名 或是传道的签名 这个表示这是教会负责的 表示这是职务会很慎重选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看重 而且如果没有受圣灵的 是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教员的侍奉 所以对于教员的这个职份 在以前的教会当中 在七年心中都有一份羡慕和敬重 因为这是得来不易的 这是神所厌重的 但是随着时代不断的开放 世界的潮流 渐渐我们看到现在普遍的教会 认为只要有人就敢推他去当教员 所以好像要当教员变得很轻松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只要我年纪到了 时间到了 或是我在这个教会待久了 还是我在社会上是什么老师专家 那理所当然了 我就应该要被选为教员 真的是这样吗 甚至有些教会 没有受圣灵的人 也能够成为教员 甚至认为这个教员的工作 或许就是一个经验的学习和技巧的学习 但不像过去 在圣经书教会里面 对这个宗教教育教员的认定 是要有承担圣功使命的精神 这是一种承担 因为神厌重我们 神也托付我们 我们要来承担 如果职分不被看重 这个宗教教育就会出问题 如果教员自己不看重这个职分 尤其这个传道也说 在他的观察 现在普遍所有的教员 在晚间的聚会 能够来参加晚间聚会 教员比例不到10% 这是这个传道他的观察 但是可以让我们显出 现在普遍的教员 也不太重视聚会 因为你不重视我们的职分 甚至有的时候 这个来教会 就是直接去宗教教育教室 甚至如果没有排课 那天安息日索性就不来了 如果我们不能看重聚会 不能看重真理 不能看重灵修 甚至忽略我们教员的职分 那我们如何来侍奉 或许现在的教员都很有才能 但是在属灵的灵修 在信仰的涵养 其实都是很弱的 如果我们职分无法被看重 个人的灵修 信仰的生活不追求 我们要如何成为群养的榜样 所以这个传道提出的这个三点 也是小弟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宗教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在宗教教育当中 让孩子真的有属灵的智慧责任 还有使命感 在这个宗教教育观念上的引导 我们是看重多多祷告 体会圣灵的工作 还是我们只是看重教学的技巧 这个更多的这些才能而已 第三个 教员是一个职分 是神的恩事 我们要看重 我们要分别为圣 要回到圣经的真理 所以神怎么引导 我们就要如何做 那既然教员的职分 这么的重要 我们今天到底要如何来预备自己 小弟也提出几点 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按着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 按着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十五节 新约圣经三百零三页 十五节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阿们 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 今天我们要身为传道工人 我们要身为牧者 我们要身为教员 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我们今天事奉不就是为了如此吗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可以得到神的肯定吗 这里特别说到 这个得蒙喜悦 意思就是 是经过试验的 表示是神肯定的 表示是神认可的 我们今天服事就是要这样子啊 得到神的认定 那既然如此 保罗说 要竭力的追求 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所以要得神的喜悦 这件事情上 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要竭力 得到神的肯定 得到神的喜悦 第二个 保罗说要做无愧的工人啊 无愧的工人 表示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 可以向神坦然 尤其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都要为这些群羊的灵魂来警醒 因为我们将来是要向神交葬的 我们要向神交葬哦 小弟也是想到这边 心里就是谨慎占经 我们今天来服事 来做带领的工作 不是要表现自己 而是要向神交葬 神把儿女赐给我们 是赐给我们的产业 神把群羊托付给教员 托付给植物会 托付给圣职人员 托付给教会 这是神的托付 我们要向神交葬 我们可以向神无愧吗 今天如果主耶稣来接我们呢 今天主耶稣如果要带走我们的生命 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吗 我们今天服事神的人 就是要得神的喜悦 就是要在神面前无亏 那要怎么做 就一定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只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肯定 被神验证 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无亏的工人 一定要讲真理 教员牧者不讲别的 只讲真理 所以说要按着正义 这个正义就是正确的分解 今天不是随着我的想法 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觉得怎么样讲比较好听 我怎么样讲比较有趣 我怎么样讲比较动听 不是啊 我只要按着正义 照着圣经原来的意思 原原本本 正正确确的传讲清楚就好了 这叫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因为真理是关乎得救 所以保罗说 这个真理的道是什么 叫做得救的福音 是关乎人灵魂得救 既然是真理 表示他是不能改变的 不会因为时间 不会因为空间 不会因为任何的事 得救的真理就改变了 不会以前说要洗礼 今天说不要你相信就可以了 不会以前说受圣灵要讲灵言 现在跟你说不用啦 你信就有了 不会啦 真理是不能被改变的 同样的 既然是不能改变的 他也一定是唯一的 得救的真理 只有一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着正义 来分解 因为这个关乎灵魂的得救 如果我们今天不能看重 甚至我们随便来谬讲神的道 甚至让人无法得救 这个灵魂的责任 我们承担得起吗 所以我们身为教员 一定要看重真理的传达 要按着正义 来分解神的道 尤其因为在这个末世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自己 在真理上来扎根 没有办法让学员有正确的真理的话 面对这个末世 最大的挑战 是一个真理思想的挑战 好像启示录说 到时候我们额上到底是受神的印 还是受魔鬼的印 表示我们的思想价值观 到底是神的真理 还是魔鬼的道理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来在真理上扎根的话 到最后我们就成为地上的人 是接受神七晚大灾的人 如何得救进天国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真理 我们也一定要追求真理 我们要看重每天的聚会 看重平常每天的读经 还要配合祷告才会有真理 那真理是什么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第五章 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 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今 阿们 真理就是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神的话 因为主耶稣说 为他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 而且这个圣经里面有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得救之道 这就是真理阿 如果没有借着圣经 没有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 我们如何得到永生 这里主耶稣说 为他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 所以主耶稣来认可圣经 有人会说 这个是指旧约圣经阿 耶稣的时代还没有新约圣经 没错啦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 主耶稣认可旧约圣经 那主耶稣认可旧约圣经 那主耶稣来以后 真理是什么 主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啦 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人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主耶稣认可旧约圣经 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 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也是审判的依据 所以约翰福音12章48节 主耶稣就有说了 说得很清楚 他说约翰福音12章48节 这个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所以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也是将来审判的依据 甚至当主耶稣 要钉死十字架 要复活升天以前 他也吩咐门徒去传他的道 所以马太福音 主耶稣要复活升天以前 最后告诉他们 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 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神吩咐门徒去传 门徒所传的就是真理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四十二节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破柄祈祷 阿们 这里从四十二节以后到四十七节 我们看到当时候使徒教会 一个很美好的团契生活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都很羡慕啦 他说真的属神的教会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的团契 大家可以彼此交接 这个交接就是一个团契 可以破饼就是圣餐 可以一起祷告 甚至大家不分彼此 可以反物公用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大家不分彼此 甚至大家可以同心合意 大家可以欢喜诚实 甚至神和人都喜爱 而且得救的人天天加添 我想这是大家所追求 也是大家所羡慕的 但是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团契生活 为什么教会可以有这样的盛况 因为当时教会的标准 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只有在这个正确的真理根基上 我们才能够实践真理 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才会领受恩典 所以没有真理就没有恩典 没有真理就没有福音 所以使徒教会的 他们所遵守的就是使徒的教训 使徒教训就是当时的真理 当时也还没有新约圣经 使徒所讲的就是绝对的标准 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第十章十六节的时候 也这样子告诉他们 当主耶稣拆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就是弃绝那位 要拆我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从使徒的教训 就是听从耶稣 但是如果弃绝的就是弃绝耶稣 就是弃绝拆耶稣来的神 所以使徒教训 也是我们今天要遵守的唯一的标准 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教育人装备 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 一定要来坚持传讲使徒的教训 使徒有说的我们一定要说 使徒没有讲的我们一定不能讲 不然加拉太书第一章八节 把罗说 这个有人所传的跟我们不一样 就跟我们 这个我们就只是使徒 跟我们不一样的就要受咒诅了 自己没法得救 还影响别人甚至成为咒诅 那这个信仰一生不就枉费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使徒的教训 一定要很有信心的相信 使徒教训在传什么 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好好去看 尤其主耶稣认定他的教会是唯一的 使徒也是这样子传 甚至他的教会要借着洗礼 因为是保鞋所俗的 这个洗礼要有功效 要有圣灵运行做见证 圣灵就是真理 一定要顺从真理 所以我们遵守安息日 我们照圣经来办圣餐 我们照圣经来洗脚 这些都是使徒的教训 我们相信吗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相信 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传讲 按照圣经 其实我们不配当教员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 没有办法坚持使徒的教训 我们愧对神给我们的指分 第二个 要来服侍主 教员的装备 第二个 要用心灵的信仰 来服侍主 用心灵的信仰 服侍主 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第六节 新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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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罗马书第七章 第六节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 要按着心灵的信仰 不按着遗文的旧仰 阿们 所以保罗特别在教导这些信徒 以前这些犹太人 是主耶稣颁布律法 给他的百姓来遵守 但是因为百姓肉体的软弱 都不能行出神的律法 甚至被定为有罪 被这个律法给捆绑 但保罗说 今天主耶稣来 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 已经成全了律法 我们不必再拒虑在律法的字句 但是我们要去遵守 律法背后的经义 就是神要教导我们 这些拜神的方式 那既然如此 我们今天是因信被神来称义 所以我们得蒙障的恩典 我们更愿意来服侍主 而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信仰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以前也是一样 保罗说我们从前在世上 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我们原是与神无关的 是与神是不配的 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 丰盛的怜悯 让我们因信可以被神称义 得到这样的救恩 我们更因为主的爱 来激励我们 我们更愿意一生来服侍主 所以我们愿意来当教员 我们愿意来承担教会的工作 但是这边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既然要来服侍主 一定要按着心灵的信仰 什么叫心灵的信仰 心灵小字告诉我们 叫做圣灵 我们要靠着圣灵的信仰 让圣灵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新的样式 我们才能够来服侍主 什么叫心灵的信仰 什么叫圣灵的信仰 就是一种不断的追求圣灵的更新 不断的追求圣灵的更新 所以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看到 服侍主的背后 是一种不断的灵修的追求 服侍主的背后 是一种不断灵修的追求 如果我们信主之后 只是接受重生的喜 但是我们却没有被圣灵更新 我们带着肉体 仍然有很多的情欲 仍然会被这个罪来牵引诱惑 所以如果我们信主以后 不被圣灵来更新 我们还是一样 从内心开始 还是一样喜欢记恨 还是一样喜欢这个骂人 不高兴就打人 甚至我们心里还是不解怨 即使别人道歉了 我们还是不愿意原谅他 甚至我们心里 还常常喜欢说谎 常常有许多淫慈 妄语嘻笑的话 如果我们信主以后 接受重生的喜 我们却没有真的从心里里面 靠着圣灵来更新致死情欲 那我们没有更新 没有灵修 如何成为见证 同样的 如果我们洗礼之后 没有不断被圣灵来更新 没有在灵修上来追求 对生命没有改变 对道理没有体会 对圣灵没有感受 我们如何来侍奉神 要记得 刚才保罗对提摩太太提醒 说我们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我们不是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 我们是要做榜样的 如果我们是能说不能行 甚至最后可能是阻挡人进天国的 所以要很清楚 圣经的真理是生命之道 不是理论 不是造本宣科 不是按着课本念一念结束就过了 那样子没有办法配对 神给我们这样的职份 如果我们没有追求圣灵的更新 到最后 就会沦为血气 仁义 跟情欲的侍奉 到最后 因为生命没有改变 对真理没有体会 对圣灵没有感受 到最后我们侍奉 一定都是血气 都是照自己的意思 照自己的想法 爱怎么样 爱讲什么 我怎么样讲好像比较动听 我怎么样讲学生好像比较喜欢 哎呀这个教员的课本 你看这个课本 二三十年都没有改 哎呀这个太古板了 不适用了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灵修的追求 到最后我们的侍奉 一定会沦为血气 仁义 还有情欲的侍奉 所以这种侍奉 是一种灵修 有些人喜欢做 但是不喜欢灵修 如果不灵修 没有灵修的涵养 没有生命的更新 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 所以 不是主要用心灵的信仰 一定要追求 不断被圣灵来更新 那要被圣灵更新 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 一定要顺从真理 一定要顺从真理 因为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就说 圣灵就是真理 而且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六节 也告诉我们 听从我们的 就是听从使徒孝训的 才是真理的灵 不听从我们的 就是谬望的灵 所以我们今天要被圣灵更新 我们要先从 顺从真理开始 如果我们不能顺从真理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 被圣灵来更新 或许我们在信仰追求当中 对神的话 有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疑惑 难免会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明白 我们有一些疑惑 我们可以来问教会的传道长直 我们可以问我们信任的同龄 甚至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来求问神 当我们有愿意谦卑这种追求的心 神一定会引导我们明白 但不是因为我们疑问 我们就去否定 甚至去恶意的批评谩骂 这样不是一个顺从真理的心 顺从真理 是因为即使我的想法 跟圣经的记载不一样 但是因为这是圣经 因为这是神的话 因为这是真理 所以我宁可顺从 即使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但我就要顺从 这个叫做顺从真理 我们才有机会被圣灵来更新 第二个 要被圣灵更新 一定要顺从圣灵 圣灵 圣灵在我们心中 就像保慧师 好像老师一样 会不断的教导我们 会安慰我们 会鼓励我们 但是重点是我们要愿意顺服 很多时候我们常说 没有啊 我没体会啊 我没感受啊 圣灵有教我吗 圣灵有功效吗 但会不会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无法安静 没有办法去听 圣灵微小的声音 所以圣灵一直在感动我们 不要这样 圣灵一直在教导我们 你要造的道理行 但是我们一直不顺服 我们一直消灭圣灵的感动 把圣灵的火一直去扑灭 到最后 不是圣灵没有能力 不是圣灵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 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顺服 我们自己不愿意改变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 第五章十六节 一直告诉我们 一定要顺着圣灵而行 要顺着圣灵把情欲致死 不然这些事情不能进神的国 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榜样 我们不能救自己 也不能救听我们的人 那样这样子 我们信仰到底在信什么 保罗一直在加拉太书 第五章二十一节 一直告诉我们 二十三节 二十五节 要靠圣灵行事 二十五节 要靠圣灵行事 我们今天要靠圣灵得生 是圣灵运行做见证 是洗礼有功效 我们靠着圣灵得生 我们要靠圣灵行事 我们行事为人 在说话之前 我们要想一想 圣灵喜悦吗 圣灵感动我吗 我心里有平安吗 如果我们不能顺着圣灵而生 靠着圣灵行事的话 我们怎样被圣灵来更新 第三个 要被圣灵更新 一定要为罪来忧伤 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 我们也曾经分享过 圣灵来了 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不只要来帮助我们 要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安慰 圣灵更重要的 要来教导我们 所以当圣灵一个心里敬畏神的人 一个心里有神的人 虽然有时候会软弱 有时候会做错 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 愿意顺服真理的时候 圣灵会在我们里面 不断的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让我们为我们的罪来忧伤 让我们因为听到真理 觉得很扎心 让我们因为看到圣经 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而感到自己的无知 感到自己愧对于神 所以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悔改 人都不完全 传道也是 所以传道也是在每天祷告当中 也是常常提醒自己 醒察自己 我今天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 我要悔改 我要调整 我今天有没有 这个为了有没有 这个信心相信真理来忧伤 为了我们今天有没有 按着圣经道理 行出真理来忧伤 我们有没有 没有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 当我们为罪来忧伤的时候 我们才能不断被圣灵来捷径 被圣灵来更新 所以要来服事神 一定要用心灵的信仰 而这种心灵的信仰 是一种灵修的涵养 是要我们不断追求被圣灵来更新 那最后 这个刚才传道有提到 这个资深传道所写的文章里面 他也提了几件事情 也作为我们在宗教教育上 再次来思考 当我们没有办法再按着真理 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办法再用心灵的信仰来服事神的时候 宗教教育就会一直出现问题 好比现在的青年不会唱诗 现在青年不会唱诗 还记得这个以前 我们的幼年班的诗歌 就会有一些赞美诗的副歌 甚至我们到少年班的诗歌 也会有一些简短的赞美诗 很自然的 这些学生在宗教教育体系下 到初中级班一定会唱赞美诗的 但是时代在变 现在人追求感性 追求气氛 所以把诗歌们放在一边 甚至自己去印一些诗谱 迫不得最后迫使 总会也不得不改编 这些儿童诗歌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学员 初中级班 不会唱赞美诗 甚至有时候我们聚会会后唱副歌 大家不会唱 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些书教会的信徒 不会唱这些书教会的赞美诗 为什么我们都排斥平凡 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好像这个诗歌 好像这个就是没什么感受 是诗歌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问题 诗歌应该是有生命的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十节 保罗有说 这个声音的不同 代表不同的意思 所以表示这个声音 也代表着不同的生命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灵修 当大家都在追求潮流的时候 都在追求气氛 都在追求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正确属灵的价值观 能够坚持属灵正确的事情 第二个 现在的青年不会祷告 现在青年不会祷告 小弟记得以前在幼稚班上课的时候 最后第一次或许课前是个悟心祷告 但是最后课要结束的时候 应该是大家跪下来一起祷告 那时候幼稚班可能还没有圣灵 但是老师和家长会带着学员念 哈利路亚 赞名绝书 哈利路亚 赞名绝书 就是带着学员祷告 甚至每一季 有两次的祷告会 甚至祷告会都是三十分钟 有时候我们都自己太体贴我们的肉体 太体贴我们的小朋友 哎呀传道这些小朋友还那么小 还不会祷告的 那大了就会了啦 贵有贵就好了 五分钟十分钟 一时一时就好了 当我们没有这种祷告上的操练 我们如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以前的祷告和教主也是可以三十分钟 不是不行 孩子是可以教导的 灵修也是可以不断的来努力的 现在青年不会祷告 甚至很多教会不看重祷告会 就算有祷告会 可能就顶多祷告十分钟 那这样的这个信仰 如何来传承 如何来教导 如果我们教员自己 都没有这个祷告的体会 没有这种灵修的追求 我们怎么样让学员跟我们一起祷告 如果我们自己不喜欢祷告 我们自己不看重祷告 我们怎么陪学员祷告 第三个 现在的青年没有教会官 没有教会官 如果你问现在青年 喜欢来聚会的举手 可能没几个 甚至问他们说那教会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来教会 说不出个所以然 甚至到最后 这些青年子把这个教会 当成是一个活动的场所 或是一个教育厅 所以你有时候看 我们在外面 大家来就是吃东西 大家就是玩手机 大家聊天 甚至聚会时间到了 还是坐在外面 你不知道到底来教会做什么 来教会好像只是来聊聊天 好像只是一个活动的场所 好像只是一个教育厅 但是从我们刚才真理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 教会是耶稣保写所输回来的一群人 是唯一的 是耶稣保写仲价买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难道不会被激励吗 我们的心难道不会更加的珍惜 更加的看重吗 难道还把教会当成只是一个娱乐场所吗 现在的青年没有教会官 再来第四个 现在的青年把活动给俗化了 有时候我们宗教课程 原书可能原意 有时候会增加一些活动 但是这些原意是为了要促使 让我们的信仰可以生活化 可以去体验这个信仰 圣经所说的真理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到最后活动内容 就会渐渐的物质化 渐渐的俗化 到最后就流于 跟随电视综艺节目的方式在走 所以你看一下普遍的教会 在办活动真的都是这样 这个我们电视上综艺节目怎么做 好像很有趣很好玩 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跟着这样做 但是这样跟我们宗教教育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 我们是为了要落实信仰生活化 这是一种灵修 也是一种操练 第五个 现在的新年 信仰被动化 随着环境的改变 现在少子化 这个父母 孩子都是父母的宝 去上学都是专车接送 上下课都专车接送 孩子也习惯了 所以现在如果没有专车接送来教会 他不会来 心中也不会不安 没来也不会不安 甚至要他主动参与聚会 也越来意愿越来越低 没有父母一直叫 没有老师一直吹 能不来就不来 能睡饱就睡饱 我好累喔 在家里 信仰被动化 值得我们来思考 这几个 也是我们现在在宗教教育里面 遇到的问题 或许我们觉得确实 今天的宗教教育 跟以前真的好像 真的落差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 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 主耶稣已经都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当我们愿意按着正义 来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追求圣灵的更新 用新的信仰来服侍神的时候 相信我们的灵修 我们的改变 也会在我们这个宗教教育的侍奉上 带来不同的体会 让这个学员 让听我们的人都和我们一起 得到生命的改变 得到灵魂的救恩 愿神来施恩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教员的工作上 我们都能够按着神的旨意 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装备自己 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无愧的工人 愿神来施恩帮助我们 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305首